我 初遥 不是了 跟我走 不是 我 不是 你是 傾εί 我 如果你 好 我 有人 ülme 怎么是你呀 不然你以为还有谁啊 上车 其实他安静的时候也蛮可爱的 你少自作多情 要不是家里逼我 我才不会来这里上学 那你脸红什么 也是家里逼的 那是因为车里太热了好吗 你真的觉得余泱泱很好吗 那是当然的 怎么 你不会是嫉妒吧 我嫉妒 我只是想提醒你 他对你 可能没有你对他那么上心吧 你别胡说了 小语学长 你终于回来了 你还好吗 嗯 很好 你呢 过来好吗 挺好的 没想到 我又可以在这里遇见你啊 好久不见 上次舞会上 学长好像很早就离开了 你之前消失一年的事情 我们还没有机会好好聊一聊 本少爷可是好奇得很啊 怎么 跟我无话可说 你好 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 可是看到学长你我并不好 我一点都不希望看到学长回到四叶学院 没错 这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渐轻 小语学长 主要 你们要不要喝咖啡啊 我去买 哎 哎 哎呀呀 哎呀呀 没事吧 拜托 为什么你总能掐到好处的 我摔倒在我未婚夫的怀里呢 喂 这样脚就崴了 还有 郑楚耀 你未婚妻在这里好吗 就知道遇到冰块脸肯定没好事 就算是你现在求我 我也不会再跟你说一句话 什么情况 我才是这部戏的女主角好吗 我连句台词还没说呢 嗨 天哪里是女主角的女主角 哈喽 你好 我是周围 是药王子的死党 也是本校关爱女性协会的会长官 关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 江念语学长 本人也是本校的传奇之一 永远的新生就是我的花名 每次只要升级大考 我不是肚子痛就是睡过头 老天爷只好让我当永远的新生喽 那你确定 你留级不是为了看美女学妹吗 所以我现在才知道 老天爷让我留级 是为了等你这位美丽的安卓 说话不要太夸张好吧 对了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那个叫鱼泱泱的 是什么来头 鱼泱泱吧 都行啊 对 她是我们的特别人 才华嗖嗖 家里是卖麻辣烫腾 只不过她爸爸好像救了校长 所以校长特别让她入学喽 那不就是山菜的设定吗 对了 给你介绍一下 我最好的朋友 大猩猩 梁启范 你好 你长得还真是 鹦鹉啊 走啊 上课了 带你去 那边是学校的泳池吗 我想随便看看 可是下一堂课不是音乐课吗 去泳池干嘛 我不是说我要去泳池 我就是想随便看看学校环境 好 走吧 大猩猩 拜拜 四叶学院除了过人的艺术氛围外 另一个著名之处 便是以郑孟希为首的 极品 男模 教师 团 据说这所学校的授课教师 多数为男性 相貌 绝不输于明星 而且我们学校的游泳池 更是我们丹美论坛里的圣地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也是 大清早的怎么会有人来上游泳课呢 而且我已经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我应该正大光明的呀 我弄得跟偷拍似的 别动 忙着呢 别动 别动 喂 我在搞创作呢 你干嘛 你 是躲在这里偷拍吗 别胡说八道 我这是搞创作 创作你知不知道 给我看看 不行 给我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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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别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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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就是你 这次还是你 你肯定是无意的 我 我 江念玉 你别以为你之前在泳池救过我 你就什么便宜都能占 你这种便宜啊 不占也罢 你 你什么意思你 这 这就是你的创作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上课了 等我改天再跟你算账 对了 今天的事 还有之前的事 你要是敢告诉别人 我就杀了你 土耳其进行曲 是莫扎特的一首欢乐的小品 被你弹得像哭丧一样 手指有气无力 肌肉都长到脑子里了 老师 我 我不听解释 老规矩 一共弹错九个音符 罚战 是为了让你们长记性 别在将来给别人演奏的时候 让观众退票 要吗 杨王子 你出国一趟 我们就遇到这样的老师 你可得想想办法呀 放心 都教员我了 音乐 是一个人的灵魂 报告 是否花心思练习 根本逃不过我的耳朵 报告 如果不想被罚 就好好练 站住 谁让你随便进来的 不知道音乐会演到一半 打断是很失礼的事吗 老师 我是今天来的新生林星辰 不好意思啊 我下次不会了 行吧 下不为例 谢谢老师 下一位 坐 还是坐那边吧 你跑去哪里了 什么事 别说这些了 为什么要罚战啊 你刚来不知道 这是程老师 定下的柱子 只要你钢琴课 弹错几个音 就发深蹲几分钟 超惨人的 你这是用手的弹琴吗 朱在钢琴上 拱都比你好听 十五分钟 下一位 药王子 他们都弹成这样 我是偷偷离不会弹 你不是说有办法吗 不用怕 大不了 就罚战嘛 下一位 下一位 报告 怎么了 转学生 您可以停止这种体罚吗 所以 转学生是想出头是不是 没有 我也觉得老师您说得对 他们确实没有好好练习 但是 如果您继续这种体罚的话 您耽误的是我的上课时间 你的上课时间 这是我的课堂 我是老师 钢琴技巧如何提高方面 我比你们都成为 你们这些公主少爷们 就是从小被挂坏了 完全不得规矩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来打个赌 您随便指定一首曲目 如果我林星辰 弹错了一个音节 以后我每次来都法战 但如果没有 请您停止这种体罚 可以吗 有意思 是说 我随便指定曲目吗 当然 行吧 李斯特 超级技巧练习曲级 第五首 鬼虎 他的曲子很难弹的 他的曲子很难弹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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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想什么办法呀 快想什么办法呀 林星辰 谢谢您 我看 我们还是继续罚站好了 叶王子 这连老师都探不来 他这样会下不了台的 想点办法呀 赵王子 郑楚药 等着拜祷在本小姐的 黑白琴见一下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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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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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表现高超 情感表现丰富 只可惜 你和我都清楚 有一个音 你还是弹错了 他弹错了一个音符 是啊 好像是有一个 老师 江念雨同学 我正好路过 听到了林新晨同学的演奏 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 请说 刚刚林同学倒数第九个小节 有一个音和乐不上有点出路 不过呢 在李斯特的那个时代 音阶分为和声小调和旋律小调 林同学似乎是按照旋律小调的方法 演奏了那一段落 比起今天流行的和声小调 旋律小调呢 它似乎更加符合那个时代 李斯特的表演风格 我觉得他刚才的演奏非常好 老师 按照江念雨学长刚才的说法 我想这次的游戏应该是林新晨 林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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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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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雯子 你不觉得林新晨 今天那个鬼火很耀眼吗 而且他很正义 只不过钢琴弹得好 华壮曲宠而已 我告诉你 她是深度公主病患者 你可不要轻易被她骗 王子病配上公主病 不是很登对吗 很登对 于杨杨 杨杨 你怎么了 没有了 是林星辰 林星辰 他又欺负你啊 林星辰 不是 我只是觉得林星辰 他真的好耀眼啊 是不是大家都会喜欢 像他那样子的女生啊 谁说的 他就是那种浮夸 又爱出风头的女生 我告诉你 他越是这样 我越讨厌他 郑春阳你什么意思 你讨厌我 对 我就是讨厌你 你眼睛鼻子嘴巴 我全部都讨厌 怎么样啊 让我们走 别让这个大小姐的公主病 把你给传染了 走啊 郑春阳你 行啦 星辰 药王子就是脑子不好使 你不要理他了 拜拜 好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上学第一天 就跟初遥吵架了吗 怎么可能啊 记住 你是公主 只能把最好的一面 展示给大家 可是我已经把最好的一面 展示给郑初遥了 说什么呢 没 我是说妈说的什么都对 知道就好 初遥约你明天吃饭 她约我 怎么 很奇怪吗 没有 我就是想想明天穿什么 这就对了 嗯 郑初遥是不是人格分裂啊 白天对我那么凶 晚上又约我吃饭 其实药王子很在爱你的菲林的 对了 只不过她不好意思当面道歉 明天好好给你张音吧 不好意思直接道歉 你以为你三岁小孩啊 大小姐 这个是夫人帮你准备的 明天去宴会穿的衣服 知道了 对了大小姐 你上次叫我帮你找那个救你的人 我们还没找到 不过你放心 我会加派人手 很快就有结果 那个人我已经找到了 真的吗 那是你的救命恩人 那我们要好好地感谢他 对 我一定会 好好感谢他 啊 嗯 那是 我还没想到 他还没想到 你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骗子 鸟痛 冰块脸 仔细想想郑楚耀那个傻瓜 大多数时间都是素色T恤或是衬衫 配上亮色系的手表 比较随性的阳光男孩风格 讨厌我的一切 除了家世背景我无法改变 你不就是喜欢所谓朴实无华的小白花风格吗 这还不容易 我要改变 分别靠着 我这样能不能动 这比较过来 不是 不 phases了 我现在是什么 都倒入销了 那我会很忙碌 到那儿 这家伙伴 的 那你不可能还不不 那我吃了 这家伙伴 这个人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约了医生要看送吃 饭后让除药少爷直接送您回来 可以吗 没问题 林小姐 你做造型也大半天了 都没有吃东西 要不要来一点 不用了 你们先吃吧 我要继续做造型 那 我们自己先吃咯 走 去那边 大公告你 要辰 给我换双鞋子 没有 来 杨阳 我跟你没法 服务员 你好 请问有打火机吗 有的 我帮你擦干净 对不起 谢谢 我不想听对不起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警察干吗 很威风啊 是他先把我的包弄坏的 不关你的事 我当然不想多管闲事了 但是你为了一个假包 在这里大闹 你真是这是我 好 这就是你 Podcast 你骗人 我花了那么多钱买的包 怎么可能是假的 那只能说明你蠢啊 赶快拿着你的包消失吧 韩叔的从国外带来的 原来是个假货呀 雷氏珠宝的千金 连个包的成假都分辨不出来 他家的珠宝 会不会也是假的呀 笑死了 这要谁爱去他家买呀 就是啊 你们看 这包质感这么好 我踩了这么久 没有变形也没有脱线 这么好的包 怎么可能是假的 假货就是假货 就算质量再好 也是赢品 你凭什么说我的包是假的 你才是假的吧 你鼻子是假的 胸是假的 你浑身上下都是假的 就连你的婚约 它也是假的 药王子根本就不会娶你 从来就没有人爱你 林星辰 你给我记住 我绝对会给你好看的 就凭你 连自己包包的真假都分不出来 你连给本小姐提鞋都不配 了 林星辰你 你 算了 啦 走啦 走吧 走�냥 你怎么这么好欺负 你怎么这么好欺负 你 wouldn't 余泱泱 你怎么这么好欺负 你不会说点别的 谢谢你 不然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跟你没那么熟 我只是看不惯她拿个假包 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星成你裙子脏了 我帮你擦 不用 我说不用 凌星成 泱泱 你没事吧 主要不是 你别误会 不是星成的错 我就问你一句 于泱泱是不是你推的 是 来的路上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有误会你 看来是我多想 我根本就没有误会你 你就是一个浑身公主病 嚣张又跋扈的女人 所以你怎么想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什么都有了 为什么还要欺负于泱泱 我欺负于泱泱 对 我就是欺负于泱泱 我就是看不惯她 一脸懦弱的样子 是 初遥 不是了 跟我走 不是 我有什么 你 确实 不 对 我 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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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熊骑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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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